作为一个工作党 如果说春节七天如何认真的搞学习 那其实是在骗自己 这个春节除了看电影之外 最大的兴趣就是看漫画看杂志 第一个是看漫画 春节延伸了一个新的爱好 看有趣的英语漫画 一共看了四本 第一本是你今天真好看 英文版 集结的恐龙 棕熊 兔子 企鹅 甚至还有陕西 土拨鼠 满满的来自动物的温暖幽默和善良 还有三本是一个系列 这是一个美国漫画家的作品 作品里面的小女孩 是把生活顶的尴尬瞬间 吐槽成各种奇怪的笑点 画面可爱幽默 治愈了每一刻孤独又沮丧的心 每一本仿佛都是在讲我 有着社交恐惧症 但是内心贼丰富的人 热爱生活是前进的口号 小颓丧才是不可避免的人生常态 它所有的下载路径 都是可以通过旧谋搜书下载到的 第二个就是看杂志 用博看书院 这个APP之前也推卸过 假期打开的频率更是直线上升 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但是所到之地 屈指科数 我用这个APP主要就是为了 看一些人文地理的内容 相对于看旅游博主的视频 我更喜欢一些安静的文字和照片 环球人文地理 美食摄影世界 华夏地理 在这里面都能订阅 而且更新的很及时 还有各个省份的画报 最近对于云南关注的很多 云南画报 没事也翻翻 注册需要账号密码 因为我以前是经常去上海图书馆 看纸质的杂志 所以我用的是上海图书馆的机构 点开杂志的目入 不仅能看到整本杂志的内容概要 还能回顾往期的内容 之前很多遗漏的内容 都可以一次性的看个够 推荐我最喜欢的三个杂志 都是偏旅游地理的 第一个就是环球人文地理 最新一期的内容 很喜欢讲的是 大梁山的风景和人文 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第二个是华夏地理 有赚美的哈利梯田 第三个是世界博览 整合了国内 以及英法 德日 俄 西等多种最新资讯的 天诊素材 最新一期 比如运动武术 偏见 村上龙 阿凡达 各式五花八门的题材 在宇宙中寻找新船大海 以上三个就是看的比较多的 2023年加油 多出去走走 你的春节是如何度过的呢 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 来跟大家聊聊分享分享